在Facebook有一個post 常哥說其實現在香港人說越來越長命 其實這是假象 香港人根本就不是越來越長命 而且那些年紀大的人 其實是非常不健康的,生活得很慘的 於是有一位網友回應他 現在這個世界感,長壽是活壽罪 於是長哥回應他 YES如果你未醒悟 即是說如果你覺得長壽是活壽罪 可能是我們醒悟得不夠 我不是這樣看 長壽可以不是活壽罪 長壽本來就不是活壽罪 長壽就是福氣 為何現在長壽是活壽罪呢 當然是有很多社會因素 以前做老人家是這樣… 現在就慘了 以前我們病了是這樣… 現在我們被醫療工業控制 所以你高齡都是這樣痛苦 而且很多人在我們現在的世界上 真的感覺到生命是要悲劇結束的 即是說你在這裏想我六十歲七十歲八十歲 慘了 怎麽算呢 越來越甚麼甚麼 其實是很多學問的 怎麽樣令自己年紀大 但繼續幸福呢 不簡單 長壽在學著 不過我就回應這位朋友 即是說如果你有足夠醒悟呢 就不用怕長壽了 他就說了 醒了又如何 沒有能力改變 立刻長哥就想到 原來他說醒了 是醒得未夠水平 夠了水平就不是這樣想的了 我很慶幸 現在我又學多了一點點東西 我就明白到 如果你有足夠的醒悟 覺醒 什麽叫覺醒呢 佛祖成佛 佛就是一個覺醒的人 好了 我們慢慢慢慢學 看透世情 通界的人是一般見識 我們不是 好 你自然會明白很多東西 其中一樣可以這樣看 我們不可能改變任何人 我們不需要改變任何人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可以改變 世界上只有一個人需要改變 你自己改變了 其他人就會改變的了 世界跟著還沒變了 如果等到改變才有幸福感 永遠不會幸福的 我們不相信會改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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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我們會使用一個人需要改變 看待這筆情 去看這筆考驗 才是人生的課題 我们有幸福感就可以了 怎样有幸福感呢? 又是觉醒 醒悟了 你就明白到存在就是幸福 私底感恩 我现在有呼吸 我心仍正常跳 很幸福了 我可以说话很幸福了 我还有把声音 我现在可以透过这个科技 和大家一起交流 等着你的回音 又是很幸福 不知你收到多少呢? 如果你觉得强哥这个讯息 对其他人都有用 就传开去 传给其他人看 多些来强哥的频道那里看 我的频道YouTube那里 你可以subscribe的 多些给一些回应给我 好吗? 多谢你收睇 拜拜